先想想一下好了 一代流旋出來 怕小樂知道嗎 不怕 就是要讓他知道 喔 就立馬通上Facebook 讓他知道 立馬私訊給他 他知道了嗎 還是還沒 他傳了嗎 會告交信給他 馬上傳給他 對 要立馬 你那天特別用含兩句 對 我現在跑一圈或是怎麼樣 都不會動 完全不會動 每天都大概噴了半罐吧 回家洗頭都要洗很久 有時候就會很懶地洗頭 但沒辦法 很懶地洗頭 啥招 就是因為有時候回家已經很累了 然後 對 這是我第一次用這樣子的髮型 包括之前的一些見面會啊 或是手印會 我都還是用自己的髮型 那這一次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要看這個樣子 但就覺得是一個自己 準備的 算小禮物嗎 我不知道 就想要讓大家看看 真的就是 和劇中和韓傑一樣的一個樣子 給大家看 而且他一直沸一隻暗 對 我髮質現在有點 不要碰 我沒有要碰的意思 頭髮可能會斷 對 就是可能10天12天 就必須要修剪跟補染一下 對 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還能站在這裡 很幸運 很幸運 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演電影的時候 非常的幸福 大家有非常長的 前面的時間可以一起討論 那遇到迪龍大哥 對我來說 真的我到現在還不可置信 對 然後可以和迪龍大哥 出現在同一個螢幕內 然後演父子 那我覺得 在當下的 整個劇組的氣氛是非常的 和諧 所以我和迪龍大哥 初步的討論一下之後 就說 嗯 就真的來吧 就真的來吧 因為雙方都準備好了 我覺得 這樣子 是 最 最棒的一個狀態 而且我們那個鏡頭 真的 就只拍那一次而已 就那一次 然後就 過了 對 所以現在 真的來的時候 真的來的時候 其實我就在那個情 我就回想自己啊 回想自己 小時候也有那樣子叛逆過 也有和自己的長輩 爸爸媽媽那樣衝突過 我小時候也真的 被我爸揍過 對 所以我就往那個時候 自己的心情其實是 你不怕痛 你不會想 就算 就算 家人長輩真的打你 你還是會 趕在那邊 就給他打 就算他一個巴掌巴過來 你也不會閃的那種 情緒 對 好 最後感謝他粉絲好了 一路以來 因為他收績越來越好 昨天又破二了 對 請 那就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 然後 往後也要麻煩你們大家 繼續關注我們 然後我相信會越來越好看 劇情會越來越緊湊 越來越精彩 我相信關心我們的人都知道 我們很安 對 對 那儘管這樣子有點疲憊 但我覺得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力量了 不管是在網路上或是今天到現場來 隨時給我們鼓勵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不需要那些什麼 你好帥啊 你好美啊 這些評語 我們需要聽到的 是大家真的對戲有感覺 有收穫 有成長 對我們最大的幫助就是 找你的朋友 分享給你的朋友 一起來看 這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謝謝你們今天來 謝謝 對 因為這裡是我第一次演華劇 所以很開心能夠參與 然後就看到很多人在看就很開心 然後希望大家之後 能再繼續的觀看 因為後面的劇情真的太精彩了 一定要看到最後 對 我一說不需要吃那也好 反正你也不需要 我可以知道一點點 哈哈哈哈 對 對 對 劉璇 我覺得我很幸運可以參與這部偶像劇 然後也從裡面認識到很多人 然後也很榮幸可以跟大家一起演出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我的第一部戲 謝謝 謝謝